在《基本法》都寫清楚 我們本地的警察是負責治安的 一個地區的治安 公共的不安全 但是在國家安全那裡 從來都不需要入香港自己去做的 美國有國家安全法 但是執法的不是警察 而是它有個FBI、CIA這些 在英國來說它們都有檢察 但是執法的都是MI50、MI6 國安和治安分開機構去處理 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甚至國家在香港設立機關 去執行這個任務 是不會侵犯到市民的權利和利益 黃成委員長的解釋 這個說明是很清楚 這個立法是不會損害香港的居民的權益 其實我們在立國家安全法的時候 都已經有幾條條文 去保障人民的權益和權利的 特別說明它們執法的時候 是不可以濫權、不可以越權 亦都是不可以侵犯人民的利益 我們香港的基本法是保障人權 而還有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大家都知道這些權利和自由 不是沒有限制的 我們親自行為和法王 我們有更加中國思想管的 也許可以給你 我們放心 你不要說 很多居民的權利益 我們會視職